Circle is a bit 好多棒 每一個人都在一起吧 庆明年假大家都還好嗎 其實我們這個動作應該就是說 我這個庆明年假 背著新聞轟炸得有點疲乏 沒錯 可是大家其實都忘記了 除了電視上有新聞之外 網路上也是有新聞的 對 沒錯 像我個人最近就有注意到一個 叫做XSL Garty Girl 其實這版面已經滿久了 但上面有很多非常興奮的消息 其實已經按在那個粉絲團很久 它常常會有一些新聞就是 就是你一看完之後就覺得 這也太驚爆了吧 今天很奇怪喔 有一個消息說 這個王陽明跟蔡世雲成功 我想說真的假的 竟然直接上蘋果頭版 對 我覺得蘋果會直接把它 放上頭版 應該是頭版 頭版是誰啊 有相當的把握啦 是吧 所以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這則新聞到底是真的假的 有網友爆出 國王的太陽很明亮 剛剛已經像青蔡世雲 雲躲 求婚成功囉 經過小小的切碼後發現答案是 王陽明剛剛跟蔡世雲 求婚成功 想不到爆料消息一出 不但馬上見報 還是滿滿一篇 娛樂版頭條呀 這次也有網友表示 這篇不但敢保證百分之百準確 還無縫接軌登上娛樂頭版 該不會是記者 就是爆料的那鬼吧 再說回這次事件 原來就在馬來西亞拍片的 王陽明日前被直擊 悄悄回到台灣 還開著他車庫裡最低調 約三百萬的倒極SRT8 先是4月4號為了幫女神密室 直接圍停隊排三百萬名車 還在餐廳裡連TT 有了美人就不顧相車了 4月5號則同樣開著這台 低調的約會專車 載著他的女神蔡世雲一起去運動 而隔天剛好是蔡世雲29歲生日 馬上就被爆出他當晚已經求婚成功了 只是你可能不知道 這每天都在臉書跟instagram上 瘋狂放傘 一下申請告白 你是我的only one 一下親密地說 等著我的小丹啊 完全不顧粉絲 墨鏡已經壞光光的兩人 其實在八年前 蔡世雲剛出道不久時就已經秘密交往過 這次再續前緣還曾說過不會閃婚 而現在就疑似修成真果了 不過這頭寬天洗地 另一頭也有人要抱不平了 還記得去年王陽明才與大陸新幹女神張莉 來了一段高調的戀情嗎 這段感情在去年12月 王陽明向媒體表示自己單身後畫下句點 不過12月31號張莉在微博上寫下 謝謝2014的背叛 事實按指王陽明劈腿 當時就傳出她是回頭早就外才是暈 不過兩人都說只是鄰居兼秉優而已 結果現在就傳出要結婚 真是進步神素雅 而這爆料上新聞後張莉只單單表示 互相忘記最好 讓許多大的網友為她報區 更有人獨色表示她素顏太差票了唄 除了拿出賽事雲的素顏照 跟她工作時的照片比對 認為她前後差很大 跟搬出狗仔直擊的私下正式畫面 今乎這樣狗仔還認得出來 真的是太厲害了 不過虎跟我說 不管這素顏是不是撞到可動山 人家是小太陽心目中的女神就好了嗎 要貴了吧 呵呵 小太陽心片腳頭快上映了 現在不會是在 刀刀